是 區裡面有一群貢獻者 去年在韓國認識的一群韓國人 然後台上本來就認識了日本人 然後實在想說 那個在辦一個單國的黑格總好 就像這樣 所以就是事實上發生的事情就是 我們在6月的時候在中城辦一場 有港台日韓私國參與者的一個活動 那今天就是想要分享一些 我本來以為是一個比較輕鬆的 大家都是平的 這樣子就是有間地教室 就是把他聊天 而且又只有椅子賣樓 所以我等一下要聊天就我們 然後快速等一下就是 這是我們在中城拍照片 這是第一天在場步驟 就是對面那個大哥就跑來幫我們 他說你們用那個東西把那個 辦的黏在上面就可以了 這樣就很熱心 可是那個就是一直掉下來 所以他就在那邊幫我們指揮說 那要怎麼把那種概念上上去 那他本來看起來很恐怖 他就是一個聰明教大 世青的一個大廚 不過後來就是意外合三 就是邁走去的 然後一開始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在韓國的時候 有一些小群人在咖啡子聊天 那聊一聊聊一聊 一開始就講到 那後來就越來越變越大 就是我們四月早前去了中城上看 就會莫名其妙要請到當地的那個電台 然後就講了一下下就是關於說 然後有ura assignments 後來就是去 一九五五 character 後來就變成一個這麼大的活動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一開始 我們跟韓國人在講的時候是 因為我們在韓國這個領域就是一開始不熟悉 從太子去的時候其實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一開始去是以這個社會創新和新創企業的名義去的 所以我們去參訪他們的新創緣區 這個再講一講講一講就是白天的官方行程走完以後晚上就是喝酒聊天 然後就講到一些太子互相抱怨 那其中的意義當然就是彼此的政府都在問純屍這樣子 所以這是我們政府幹活的一些存事 那他們的政府也有一些存事 所以我們本來是想說那我們來做一個就是叫做stupid government partnership的東西 因為我們那次去韓國參加會叫做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OGP 然後它是一個非常正式的活動 就是各國的外交部長還有甚至有州總理都會出席一種真實的活動 可是那個活動就是非常的寬樣 那大家就是在台上說我們政府做了多少好事 然後非常的好 那當然就是以民間的角度來說當然是沒有什麼好 所以我們本來在想法是 那我們來做一個叫做stupid government partnership的東西 然後我們也來辦一下那種大會好像很厲害 那當然越講越細那也不可能去辦像類似那種就是大拜拜的打火就太累了 就沒有那種多錢 沒有辦法請就是小孩子上台唱歌這樣子 所以就突然就是想說那我們三國之間有沒有什麼類似的議題可以聊 那就譬如說空氣污染會不會是三國的一件共同的議題 那政治上有沒有什麼共同支出啊之類的 那比較共同的議題就是想說那有沒有共同的課 那最後就覺得說就慢慢發展 當然就是一個簡化的過程 可是最後就發現說那不然就一起搬送好了 因為不知道做什麼就搬送了 政府的抱怨 都要想共同的意义 然後到最後是伴鬆 大概是一個這樣子 簡化的先行邏輯 那我們伴鬆的過程呢 這邊講的我們就是organizers 那大概就是台灣的話就是三個人 那日本也是三個人 然後韓國大概是2.5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的概念 那我們有一個Telegram 我們就贏了organizers 我們這個organizers有一個Telegram Group 那因為是三國的共辦的活動 所以不方便把大家全部拉進去努力組長這樣 所以結果沒有強迫大家加起來 那我們就加了一個Telegram Group 本來只是organizers在裡面 那就是六七個七八個人 然後越來越多 最後就變成一個全部有參與六月的活動 都會加入這個Telegram Group 那我們... 那我們... 這個還好難講話啊 這個活動有一個 Hack and beat a book 它就是左邊就是所有的連結 是第二個這樣子 那另外也有一個就是一個checklist 所有人要過的事情都會列在上面 那一個一個進入追蹤 因為就是三國的organizers 大家都很忙 那可能是兩個禮拜 一開始呢一個月開一次回 後來是兩個禮拜開一次回 那不然怎麼樣都會有一些露球的地方 所以辦過會的人應該都很非常的理解 其中的統統和奧妙 那對外的部分呢 就是這樣對外 就是organizers對participants的部分 就是會有一個google spreadsheet 那就是這個 spreadsheet 就是所有對外的 對participants需要的資料都會放在這邊 那就是這個 spreadsheet 那裡面就是分很多card 就是從 如果大家有參加過Genevita的宗 就知道就是事前可以登記幾樣嘛 那 除了這個以外 因為這次的一個宗 是遺地的舉辦 所以我們 我們會提供我們 活動有其中住宿 所以 也需要就是 安排大家 然後每天要吃什麼 其實都是在這個 巨大的fresh裡面完成 那 那 應該就是 嗯 從 從 從 的經驗學習 說 在伴供之前 我們有 在伴供之前 有一兩次的 同學會自己 Hangout 那 因為這是一個新的活動 然後 背心流水面海 這個 名字也是一個新名字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人知道 這個在幹什麼 那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在幹什麼 我本來想完之後 那我就去海邊 就變成海發呆兩天 那對我來說 我的提案就是 這個 到最後沒有實現 因為當然是很忙 所以不管怎麼樣 Community 要對我個人來講 好了 就至少對我個人來講 就是在活動之前 會讓大家充分的了解說 什麼東西 那認識一下 人 看到你也總是見面三分期 就比較會想要來重生 那另外一方面 也是可以先討論 所以想要說什麼 所以我從邊聽到 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那這一次的同邊聽到 就是4月19號 但是字有點太小了 4月19號 我這次Hangout 因為有三國的參與者 那其實台灣的日語和韓語 並不是很好 韓國人的日語和中文 並不是很好 然後日本人的韓語和中文 也都不好 所以我們這想法就是 不然我們來開三個channel 好了 所以就是台灣的team 就是伊札貝拉 台灣的team 就是有一個台灣的 用Jetzy 然後日本的team 就是這個House 他用的是Google Meet 然後他就不讓我們修了 這是我的電腦 這是韓國的team 那韓國的team 我往哪邊用 韓國才是用meet 這個是什麼 Zoom 對 就是Zoom 蠻崩潰的 所以就退出了 就太可怕了 好 然後另外一個有趣的事情是 因為有三國嘛 那再加上英文 這其實只有四個語言 就用我們 這個活動每次發email 就會有四個語言 所以後來 因為很多的行政工 如果我來處理的話 我就自己就放棄了 就除了提封email 有就是好好的翻譯 因為翻譯還有教對嘛 就是大家想想看 如果是一個主辦 半會的人 那今天要發一封email 給我參與者 如果要等一個禮拜 要讓四國的參與者 通通進來寫作翻譯 之前這樣麻煩的事情 所以除了第一封email以外 其他就是通通都用英文寫的 就是放棄 這就是另外一個 這個如果要辦這種跨國的 會議的另外一個 就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然後這一次的活動 就是學 距離別大衝學的很兇 所以整個活動脈其實就是差不多 就是一開始的 一個做的 一開始的個提案 然後自我介紹 新手教學 其實都是從GMP的大衝學 就是一個證明 就是證明我們真的有用GMP的策子 那也是證明這個活動戰 是有發生過的 很多人 好 那這個場地其實滿有趣 這個場地是在 大家去過沖繩嗎 有沒有去過沖繩玩 耶 去 好 沖繩其實離台灣很近 因為我們一開始選地的時候說 那不然我們選台、日韓、三國中間的地方 好 就選沖繩齁 其實我就不在中間 因為沖繩離台灣超近的 那離日本本土和米韓 就是離州 而且是很遠 那 而且選到沖繩之後呢 因為在地連結的關係 我們選到的場地 又不是在沖繩最熱鬧的地方 就是納巴士 納巴士 沖繩本島上最熱鬧的大都市 也是國際象所在的地方 可是我們選到的地方 是在沖繩縣的沖繩市 就是在沖繩縣的沖繩市 那它其實是一個 不那麼熱鬧 相對安靜的一個地方 那它因為在沖繩的北軍基地 加索拉基地的旁邊的市區 裡面的一個 講沒落其實有點失禮 不過其實就是 它就是一個 滿安靜的一個商店街 那它裡面有一個空間 那空間 據我所知這個空間 就是因為它本來的owner 沒有詳細 所以政府就把它收 收來做一個 像清房改建的地方 所以我們是透過當地的連結 找到了這個空間 那它在一個 這樣子一個 很有歷史感的 很安靜的商店街裡面 辦一個 也是滿奇怪 因為我們也不是去年沒讓大家可以賺錢 所以就是一個 可是當地政府還是滿支持這個活動 他們可能覺得任何外國人想要 對沖繩市有興趣都應該都應該支持 所以我們也是受到了當地政府 操作的關切 滿有趣的 你這個很有趣是我剛剛做的 就是 因為辦去國外辦會這件事情 其實 說到底就是 靠Personal Connections 那Personal Connections 就我的經驗來說 就是國際交流 非常重要的一箱子產 就是你認識誰 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你如果認識誰 有些事情就可以完成 如果不認識其他 就是沒有辦法完成 那這是 GNB 國際交流社群小組的三個同胞 那這是我們三個人 那我們三個人就是 中間的關係有點複雜 所以我們就沒有連線了 不過也是我們 就是 有時候這個人 有時候這個人 往外連線 我不是說我們三個人有什麼 對 唯一就是說 就是說有時候是我們 有時候是我們 有時候是我們 跟外面連線 那總之就是 闖起來之後呢 這邊是韓國人 然後這邊是日本 那可是最終我們的目的是 要在沖繩班會 所以我們還是需要沖繩 當地人的幫忙 所以這邊是沖繩當地人 所以我們到沖繩人 之間其實連了很多連結 所以溝通上的成分其實很高 而且日文和我們用英文 因為我們 我可能日文不好 我們只會一些就是日常用 那沒有辦法跟他們講 班會需要的事情 所以最主要的沖繩語言 還是英文 那其實日本唱英文 所以不管是通訊軟體的選用 所以不管是通訊軟體的選用 或是這個 嗯 辦會的這個流程的這個習慣 台灣和日本其實都還是很不一樣 所以中間連結 再加上習慣的不同 其實這個辦會的籌備時間 大概是大概是半年左右 大概是半年左右 所以這是GNV國際交流 社群的小組 這個是Core for Japan Core for Japan Core for Japan 就是大家都知道 那GNV社群也很少 跟Core for Japan 就很久連結 這是Core for Japan的 其中的最主要的 歐根藍色叫做Hausam 那 這位是Nausam 這位是Mommysam 那這些 這三個人是主要的 是日本的歐根藍色 那可是因為他們的 Base都是在東京和京都的大城市 他們其實對沖繩 沒有什麼都說到 所以經過他 我想在Facebook上面的訪問之後 就有人推薦了 沖繩在地的 類似分光協會的一位 叫做Nausam 的一位當地人士 所以其實我們在沖繩的所有 拜訪和關係的疏通 和政府的贊助 還有上帝的這個租借 都是透過Nausam 再找到了 這位是Toyosato 是我們的場地的負責人 然後他的夥伴Mommysam 還有他認識的議員先生 康所的議員 所以就是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最後把主要的人 那當然還有很多我幫忙的人 這樣子的關係 把整個會辦起來 對了忘記講 上面是海摩的朋友 就是這次等於說是 推坑的主要人士 這位呢是Opion 他在韓國呢 有一個公司叫Slow Walk 那他是一個 好難解是 他是怎麼講Slow Walk 他是一個 社會企業 他是一個社會企業 那他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幫助社會 和公民之間的連結 然後做一些新的科技 幫助GO座 幫助GO座 其實蠻有趣的 那因為我們和韓國人的交流之間 還是用英文 所以其實他想的話我們大概是總七成 所以就是 嗯 希望我們再摸索 我們 我們三個人 什麼時候又去了Slow 而一次 總就是 因為如果要真正了解人家 就是要去 那去就是要成本 所以就是另外一個國際要有另一個事情 所以他呢 其實就是後面有他的公司 和他認識的人 那 那他又帶了另外一位韓國的Hacker來叫Sill 那他後面有一個自己的 要講自己啊 就是他有參與的community 這位是GJ 那他 那他是在韓國的一個組織叫 哈 P-A-R-T-I 所以就是組織 嗯 好 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大家有問題 我們就私下聊 這是一些工作照 就是因為我要證明 我們還是能認真 我們不是去面海發呆的 所以呢 這位呢 是一旁 他在拍 他在幫我們拍 然後呢 沖繩當地的人 其實也有來參與 這位是一位沖繩當地的人 他就自己跑來 他就做他的 他要做的project 是他要鼓勵大家在海邊撿垃圾 所以他 好像已經說除了當地的Family Mart 所以Family Mart 而做說只要撿垃圾 Family Mart 就給他們一點 忘記給什麼 嗯 賣垃圾 哦 賣垃圾 所以去Family Mart買垃圾袋 然後去哪邊撿垃圾 教會公司 哦 大家有聽到嗎 去Family Mart買垃圾袋 然後撿垃圾 然後帶回Family Mart Family Mart 去幫他們處理那個垃圾 對 然後這個呢 是講的是 嗯 沖繩當地的 海中的貧窮的問題 這個提案應該是Mommy Sander 不是 對 是Mommy Sander 那個狀況都是跨國頭 其實我還蠻佩服大家 譬如說 德魏是子余 然後是台灣人 然後日本人 然後 伊朗貝 然後日本人 然後韓國人 然後日本人 這樣子 然後這是香港 這講的就是反送中 我們活動是6月8號 6月8號 6月9號 那6月9號就是 反送中第一次大遊行 就是5分鐘 100萬人的那一次 好 這是另外一個段階 那就是 反正讓我們知道 在日本 不是在日本 不是在韓國 有哪些Civic Hacking的 Project 是一個起頭 我覺得 那 跟時事有關 就是 因為6月9號就是 香港的第一次大遊行 所以 嗯 香港來的朋友 就是在當天中午 就飛過香港去 然後晚上 然後晚上就上街了 那因為這次的 交流活動的關係 讓很多日本人 理解 還有韓國朋友 有理解到香港的這個情景 所以他們後來 嗯 就會在 我們的Hellberg群組上面 持續的溝通 然後做了一個 懂事博語言的 講 香港的反送中的網站 然後這是今天看到的 那個日本的Halosan 才在Change & Oral 開了一個 Cantain 就說想要讓日本 國會 開始討論 然後香港人權法案 相關的 好 講的沒有很輕鬆 還糟糕了 不過呢 對我來 對我個人來說 這一次的活動 MTO Face New Ocean 這是一個 我個人想要嘗試 應該也是有 夥伴有類似的想法 想要嘗試說 國際大遊 除了去演講 去閉門會議以外 其他的方法 那我覺得伴崇 就是學俊尼明的Style 伴崇是一個 我認為蠻好的方法 我相信有 俊尼明的夥伴也會 也會同意或是不同意 講話好累喔 呃 就是創造一個舞台 然後大家上去講 然後重要人士 在講下面再拍手 那伴崇 前來對前來 就是另外一個Fore 所以我覺得 Fore當然是超級累啦 那以往來說 就是 欸 我剛剛很開聽的話 以往來說 國際大遊長這樣 就是背後一大錢 假設是台灣好了 台灣就是 有一個人說 我今天代表台灣喔 然後出去 然後就想 台灣在幹嘛 台灣在幹嘛 軍運在幹嘛 或是台灣的開眼色 你在幹嘛 那就有一堆東西點到他神散 然後他在想辦法把他帶回來 可是這是大家就是 相信我支持 你相信我 我會把東西帶回來 我就出去了 反正我也不想你同意 那至於這個人 之後變成怎麼樣 其實很曉得 所以他帶回來的東西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不同 就是一個黑箱 那你也不知道 他帶回來的錢 會放哪裡去 他帶回來的人賣 他又給誰 他想要 他是好朋友 他只是不知道 那 到底是應該長社群 還是應該長組織 因為組織就是很有效率 那國際 國際交流需要有效率的 回email 就是一個非常實際的東西 如果email兩天不回 他去找別人 如果記者要訪問 那你如果不回 他去找別人 所以發言權就不見了 那到底這樣 掌控有效率的 組織 或者是有一個人 斷整理在回email 還是要去找社群 讓大家都出去講 那這是我覺得 GINV 國際交流 我參與 GINV國際交流 社群小組 想要想的一些事情 那現在呢 GINV國際交流 這個小組有幾個坑呢 就是越想越多 我們其中 一個就是面海中 當然我們辦完了 那接下來要不要辦 另外一回事 再來就是GINV的開放治理的問題 然後我們最近 自從這個 自從這個 這個小組成立之後 我們就被推分去 做call for all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 然後我個人覺得 然後 當然是GINV News 最近從OCS 調出來 變成社群的方案 那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 嗯 我們 GINV社群參與者 有 上次大眾人在摸索說 這東西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網路媒體 那他上稿的規則 那如果是社群當編輯 到底什麼意思 沒有人知道 上次大眾人都有一些規則出來 然後最後是GINV國際教育 有用 有用 用這個名字去在行政院的情況低低 申請了一個OBS 這是現在GINV國際教育 教育的一些坑 好 我想太多了 結束了 謝謝 問題 隨便 都可以 好 好 請問一下 GINV News 現在不換名字 欸 這樣子 GINV News GINV News 從一開始就是OZF的專案 OBON COULTURE FOUNDATION 開放話幾乎 那最近呢 他們就決定說 不論是他們決定還怎麼樣 總之現在這個專案 本來GINV News 是一個medium的博物 現在這個博物並沒有改名字 可是轉 owner轉成的GINV國際交流小組 本來OZF的那個新聞專案 他們就改叫OZFLAB 那可是在ownership transfer的時候 他只有transfermedium這個ownership 本來的Facebook page和Twitter account 都直接被改名成OZFLAB 所以大家會覺得他是改名 其實因為這樣 因為Facebook page改名了 可是medium就是 他們新架一個網站叫做OZFLAB 可是他並沒有新創一個Facebook page 他是把原來的GINV News的Facebook page 所以他就改名交流點 我也很好奇 就是在這邊有多少人 會自稱是GINV參與者或公見證 可以去這首嗎 OKOK 好 謝謝 只是一個好奇 那還有什麼別的問題嗎 不然有問題 好 為什麼一直不能說我們 因為我們是一個很困難的一個詞 因為講我們的 講我們 我覺得講我們的 那個power還蠻強的 那個權力還蠻強的 因為你也不知道 因為講我們就表示 我屬於某個很大的東西 那很大的東西好像很好人活 可是好像 可是好像沒有人說你可以說我是我們 比如說我出去國外 我說我們GINV 比如說我出去國外 我說我們GINV 我說我們資料先請小防守 我們有資料先請小防守 然後我們這個專案在總統黑客宗裡面得到 前五名 還跟蔡英文總統拍了照 問題是我從頭到頭 我從來沒有參與過資料中進行小防守 但是這樣子這樣會讓外面的朋友 或是甚至在討論裡 會讓人家誤以為說那個是我的貢獻 所以有一些GINV的參與者認為這樣的表述方式 是不能OK的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會避免 我們會避免說 我會避免 我會避免說 我們 我們會避免說 所以比如說 我出去講 跟國外朋友交代的時候 會比較明確的希望說 我是GINV國際交流的成員 或是 Galph Dero International Text Force Co-Founder 或是 那個 Jose Song的 Oaklander 對 就是很明確講 我是蔡英文的專案這樣子 因為我們太好用了啦 畢竟我們GINV有這麼多的專案 對不對 我要高山高海都可以 這個我幫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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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